限量的 一个礼拜七天只能够买两片口罩 所以会不会又要排队 或者是又会扑空了呢 现在的机制是 每个人呢必须要拿着健保卡来领取 而且呢依照身份证的尾数来分流领取 135246呢是由单号跟双号 那么分别来领取 星期天的话是大家都可以买的 所以钥匙工会也发出声明 表示呢从后天开始 每一家药局呢都要抽两个小时 来协助发放口罩 如果不正当的不配合 就会请健保署解约 两片口罩 但问题是 现在的产能到底能不能够追上大家的需求呢 现在国军已经筹组了冲刺口罩部队 那么在今天正式的加入制作生产行列 像是在彰化的口罩厂 有16位的国军来帮忙 一天可以顺利产出30万片 大概会比原来的产能多出了一成左右 那么就算是如此 现在实施了实名制 要分发的这个量 可能显然还是不够 不过呢主要是要避免民众重复购买有囤积的疑虑 那么现在呢经济部也说 他们一个礼拜的目标 希望可以让全台湾500多万人都能买到口罩 产能还是追不上需求 所以呢未来一个礼拜只能买两个口罩 你一定会说怎么可能够用呢 你一个礼拜只用两个吗 但是医疗的专家说 其实如果你不是特殊的状况的话 你的确不用24小时一直戴着口罩的 除非你是要常常出入医院 有发烧或是有呼吸道的症状 你才需要戴口罩 如果一般人来说是健康的 你是近距离密闭空间 长时间接触人群 你可以考虑戴 但是不戴其实也没有关系 所以你在戴口罩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省着点用呢 比如说你在户外可以改戴布的口罩 或者是利用布口罩戴在里面 然后外层呢再戴医疗用的口罩 这样就可以延长口罩使用的寿命 也可以节省资源 经再过三名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所以现在他们呢要停靠 基隆港跟高雄港通通都不准下船 这是世界梦号邮轮 今天就抵达了高雄港 结果紧急被通知 包括了船员跟乘客 总共4000个人通通不准下船 就是因为呢 这一艘船上在上一次的旅行当中 因为呢载到的是广州人 他们到越南去玩 结果呢回到广州之后 却发现有三名旅客确诊武汉肺炎 但是呢现在下一趟又出发了 是从香港出发的 那这两天都已经出发了 邮轮公司才接收到讯息 所以呢已经来不及返航 但他们强调每天都有消毒 不过呢因为疾管署把其他的船上工作人员 认为是接触者 所以全部都不准下船上岸 这艘船也紧急的申请离港返回香港 之前曾经传过武汉肺炎的疫情 所以所有的人都不准下船 其实呢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邮轮相当容易成为防疫的漏洞 因为他所停告的港口很多 船上的旅客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区 加上这个空间是密闭的 时间又很长 一旦有人染病就很容易爆发群聚感染 所以呢也让邮轮的停告港战战兢兢 有没有问题 只是呢现在外交部的发言人呢 他的说法就被质疑 是不是说漏嘴 他们根本就有瞒着疫情呢 因为之前美国的官方曾经表示说 他们好几次都向中国方面 表达愿意协助解决疫情 只是没有接受 但是呢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网络上面驳斥 还反咬是美国制造恐慌 只是他发表的这个声明当中呢 就透露了一些讯息 原来中国大陆的官方 1月3号就已经30次 向美国通报疫情的讯息 显然大陆早就已经知道疫情严峻了 但是习近平在1月20号的时候 才告诉大家现在的疫情非常严重 这一段新闻稿一公布立刻被下架 搬家陈威少将到武汉来坐镇 所以好多人都在揣测 难道武汉肺炎真的是所谓的 深化攻击吗 外界只怀疑这个病毒 根本是来自于武汉病毒研究所 而且矛头还指向了研究员石正丽 但是石正丽他强调 SARS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研究冠状病毒 跟蝙蝠之间的关系 而这一回新型的冠状病毒 是大自然给人类 不文明生活习惯的惩罚 封锦神经 而最新的消息是台股的其中一个个股花王 他们做的明明是印刷 但是好多人都以为他们是日常卫生用品的日本花王公司 就被莫名其妙当成了防疫概念股 让股价飙涨了三天 从开红盘日呢就连续拉了三根涨停板 没有想到今天就瞬间杀入了跌停 收盘在19.6元 当然很多人都想说 那如果真的不幸生了病 如果得了武汉肺炎 你的保险到底能不能够赔呢 我们也请专家具体的算给你听 原来所谓的群聚感染 现在天津可能就有类似的问题了 因为昨天他们的记者会当中 又公布了某一家百货公司大楼 出现了五个确诊病例 而且他们彼此不认识 也没有接触 到底是怎么群聚感染的 仔细调查才发现 原来是第四例的贵姐 曾经到有确诊病例的地方 来进货才会染病 真的很强 像是俄罗斯的一名确诊的病患呢 她根本没有去过武汉 她是在北京买东西的时候呢 刚好搭了这个电梯 而这个电梯有一名武汉的病患 曾经搭过 所以她就中了 而另外呢也有人说 她用自己的方法可以痊愈 这是一名25岁男子 她呢是住在武汉的英国人 两个月前咳咳不停 她以为是感冒 所以呢就采用了英国传统疗法 喝热的威士忌 加上蜂蜜 没有想到她真的痊愈了 后来她看电视才发现 原来她自己就是那一位 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 附近社区到处都有人把用过的口罩乱丢 这么做可能 病菌反而会到处的散播 引发了担心 现在呢云林县卫生局也接获通报指示 各大医院诊所广设口罩丢气筒 希望不要成为防疫的死角 但是呢口罩到底要选哪一种呢 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不管是肺炎还是流感 都还是要带医疗用的 或是N95才是真的有效的 那么布的口罩活性炭防御率是比较低 但是很多人要问的是 我好不容易翻箱倒柜 找到了一些口罩放了很久 到底能不能用呢 其实要看你保存的情况 今天木耀这个滞留在武汉的台商呢 大概两点钟就可以到机场来集合了 几乎确认会有另外一架的专机 再他们回到台湾 只是详细的时间跟航空公司 我们会随时的聘名来掌握 只是现在杭州也宣布封城 而且呢所有企业都不准 在2月9号之前开工 台积电涨10元 大力光涨135元带洞下 以11555点大涨201点作收 布置防疫概念股 毛宝康纳乡继续攻涨停 旅游概念股雄师国滨寒社也翻红 至于台币同样亮眼 以30点207元升值1.25角作收 最段时间是属于是出口的旺气 所以有句话台币强强不过5月 就是5月之前台币其实是偏强的 加上路股也放弃 4日离岸人民币升值300个基点 收复6.99关口 专家估计压力能缓步减轻 因为疫情各国出现了排华现象 说中文好像会被当成怪物 228名旅客滞留当地 表示一整天三班赶工生产 明天开始渴望从限购一瓶的消毒酒精 恢复成限购两瓶 北台湾湿冷天气要持续到什么时候 交给静音 受到东北气风增强影响的关系 所以说明天还是比较偏湿冷的天气形态 那么主要降雨区呢 依旧是在东北季风的迎风面 那么气象局现在 目前还是发布的是大雨特曝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雨会怎么向呢 录业之后呢 其实呢包含是新北市地区 还有包含季风北台湾一路来到宜兰 甚至在花莲其实都有机会会下雨的 明天呢同样是在整个东北季风的迎风面 北台湾还有东半部地区 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吸带雨去了 而接下来天气状况如何 其实明天呢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台湾依旧是比较偏冷的 那么礼拜四之后呢 整个温度才会慢慢的回升 而接下来天气如何 先从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看起 其实明天哦 因为呢比较偏湿冷 所以说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的低温 只剩下13度到14度 礼拜四开始之后 尤其白天温度就可以逐渐的回升 那么是可以来到24度左右 那么中南部影响就比较小了 中南部特别要注意 就是早晚的温差很大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留意 接下来温度变化 时间交完语书 滞留武汉的台湾人 搭乘的是陆籍航空的包机返台 而不是国籍航空 就是因为大陆官方想要淡化撤侨的意味 但是侯友宜就质疑 那之前所说的 全台湾4500万片口罩 到底还剩下多少 我想了可以制作替代品的方法 成为前所未见的流行传染病 光滑的表面上像是手机 还能存活24小时 洗手很重要